LUIS SPORT Hello 各位学友以及球门大家好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用最简单 最自然 最轻松的方式 去诠释一个灰干的动作 首先第一个要教大家的是 上半身跟下半身的转动 是可以如此的自然 它可以主动 也可以被动去产生力量 第一件事情呢 你先去想象呢 我们的身边周围有一张圆形的桌子 那在这个桌子上面呢 我们的左手边这地方呢 有一个方方正正的箱子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箱子 用你觉得最自然的方式 放在你的正前方 那在拿这个箱子之前呢 我们有一个规则 就是我们的双脚不可以动 好 那现在我要拿这个箱子 把这个箱子放在我们的中间 所以我来拿这个箱子的话 我们很自然的用我现在自己的方式 去拿了这个箱子 抱起来 接着把这个箱子放回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 当我在去做这个拿箱子的这个动作的时候 其实很自然 而且也不知不觉的 我们的下半身 其实有转动过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主动跟被动 那么现在如果我刻意不让我的下半身去做转动 我意识到我下半身不要动 我只想要用我的上半身去拿这个箱子 那就会变成像是这个状况 所以这个也告知了各位 这样子的情况下会出现长短手 甚至也没办法去拿到这个箱子 那么也就是在挥杆 会形成肌翅膀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腰部没有足够的旋转 手还想要刻意伸直 其实是没办法的 就一定会出现卡住的情况 好 接着呢 我再拿一次这个箱子 我现在很自然的 没有去想象我要运用这个力量 我把这个箱子给抓住了 我们现在可以去试着 让下半身留在这里 让上半身回来 那么这个动作呢 可以让各位去体会到 我们在下竿时 下半身的旋转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动作也就是我提到的 你可以主动的用下半身的力量 去拿这个箱子 你也可以很自然的 只是单纯的想象 要去做一个转动 或者是有意思的去加力量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下半身如果加了力量 就会产生在高尔夫球挥杆里面所谓的扭力 所以各位仔细看清楚了 我可以主动用下半身的力量 或者是不要使用也可以 我现在做的是自然的把这个箱子从右边移动到左边 那现在呢 我想要用下半身的力量也是可以的 只要我下半身加进来 就会开始产生扭力 所以当然用下半身去带动击球的力量 一定会是比较大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惯用在挥杆里面 我们可以去感觉到是上半身去主导 在做挥杆这是一个部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半身在去做主导的时候 我们的下半身其实还是会有微微的带动跟转动 这是自然的情况 那当然也可以就像我讲的 你有意思的去把下半身去做一个带动 也是可以的 接着非常关键的东西来了 现在我们要去讲到我们的双手 现在呢跟我一起做放轻松的让你的双手去做一个前后的一个摆动 而并非刻意的你只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摆动 我们可以去感觉到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你的双手是自然的摇摆 而在下降的时候并非刻意的用力 只是去感受它的重量掉下来的感觉 那接着我们去做另外一个动作 就是双手往两侧放轻松的摇摆 就像是这样 不管是你的哪一只手在前哪一只手在后都可以 只要重点是在于你的双手 现在是很自然的去做一个摇摆 借由刚刚手臂摇摆自然的感受呢 现在呢我们右手拿着一只球杆 先不要去担心左手 也不要去管转肩转腰的事情 就让你的手臂很自然的去借由刚刚的这个摆动的感受 去做摆动 各位可以很仔细的看到 因为肝头开始有了重量 我并非刻意去把肝子给曲弯 控制肝头 这是非常要注意的事情 我的手臂还是自然的去保持感觉我刚刚在做摆动的感受 所以同时可以去做到因为摆动的感觉感觉到肝头的重量 接着我的手臂也是很自然的放下来 我们会看到我的手腕因为肝头的重量顺势的去做到了释放跟拍击 这是侧面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 如果在一个手自然的摆动情况下 其实我们不拿球肝的时候 各位可以去体会 我们的手在自然摆动的时候 其实手有微微的出现 像是这样子的动作 微微的 那当我们拿着球肝的时候 因为有了重量 所以这个动作会变得非常的明显 那我们就必须去顺势的让那个肝头去躺下 去感受肝头的重量 这是非常关键的东西 所以做起来就会像是这个样子 如果在一个放松的情况下 现在还不去讲到我们的转肩的动作 就是手臂放松 所以我在摆动的情况下 各位可以看到 我的手会微微的呈现 从这边 球肝头的重量 把我的手腕变成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们要去顺势肝头 顺着手臂 顺势的弯起 如果在做这个动作 刻意控制的话 会变成 刻意用我们的手 把肝子去立起来 那这个动作 就会导致我们在挥肝的时候 很多球有出现 cross line的重点 所以仔细看咯 如果我上来是刻意想象 我的肝子要90度 垂直于地面 我再拿上去 去做一个转肩的动作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肝子为什么会出现在前面 这就是原因之一 因为我们没有去顺势的它 所以接着我再做一个顺势的 如果我的手很自然的放松 到这个位置倒着情况 我再加上我的转肩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球杆 就会是比较在平面跟位置上面 接着比较有一点点小小的难度 一样是保持自然手臂的摆动 可是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加上左手进来 也就是一样先去单手做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的单手 现在还是一样很自然的摆动过来 接着呢 放在这边先停着 换我们的左手 接力 让它也很自然的掉回去 然后再用右手接住 去感受你的双手 都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摆动的感觉先 所以你可以去感受这个肝头的重量 你不用刻意的去想象 你有没有转肩转腰 现在一切都专心很自然在你的双手的一个动作 只是一个自然的掉下来 掉下来 掉下来 然后慢慢的呢 你可以介入你的双手把球杆给握好 就像是这样上来 抓住你的右手 一样去顺势的去做一个摆动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双手在做动作的时候 我们的上半身跟下半身 其实不自觉的开始摇摆了起来 但是并非就是我刚刚讲的刻意 现在到这个阶段 各位一定会觉得 只有手臂的感觉 没错 但是呢 我们的上半身跟下半身 是自然不自觉的 去做带动的动作 但是没有那么的主导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 我们的手从这边拿东西 移动到这里 跟我们要不要刻意去做下半身 这个动作是相对的意思 你可以主动 也可以被动 但是重点我们的下半身 会有转动的动作 所以现在各位可以仔细的看 现在呢 我只是单纯做双手臂 放轻松的一个摆动 那接着我也可以去让我的下半身 去做一个带动 但是重点 我的手臂这时候 会变得是被动 所以我要去感受到我的手臂 掉下来的感觉 然后搭配我的身体 我们必须去感受双手有掉下来的感受 而并非刻意去把它给拉下来 再去做旋转 因为这时候我们的力量就会产生了冲突 最后呢 影片这边会附上示范 教练现在在影片中可以看到的是 使用单手手臂 自然的摆动 先不去在乎 转不转肩 转不转腰 自然呢 去感受肝头的重量 手臂 自然的摆动 击球 那最后 这个部分 几颗球 教练还加上了腰部 配合手臂的自然的摆动 去做击球 接着 这个部分 是加上了双手 也是一个双手自然摆动的感受 教练并非刻意的转肩 或是转腰 只专注在手臂自然的摆动 感受肝头的重量 能够顺势的刷到草皮 然后一样 连续的摆动 击球 那最后几颗球呢 教练一样也是加上了 腰部的一个带动 现在这个第三个部分 一定会有学生问 可是我们上肝不是一定要 运用转肩吗 所以最后这个影片看到的是 刚刚前面教练用手臂 现在慢慢去感受运用肩膀 所以先前提 希望各位能够先去 自然摆动的手臂 感受到自然之后 再慢慢的像现在最后 这个影片看到的 融入手臂的自然 但是你去感受到 去运用你的上半身肩膀 去做旋转 以及搭配下半身的一个带动 接下来看到的这个镜头 是教练要告诉各位 在一个手臂自然放松摆动的情况下 我们的灰干轨道 及路径 是很自然的 inside out的一个灰干轨道 即便是融入了双手 也是去感受双手自然的一个摆动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在我的频道 或者是追踪我的粉丝团 以及我的IG 我们下次见